你敢相信吗? 这种长相丑陋的生物,让人看起来不寒而栗,竟然是广东餐桌上难得的美味佳肴。 它的学名叫石头鱼,因其形状像一块石头而得名,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有毒的鱼,在它身上长满了各种大小不一的毒刺,一旦被刺伤,毒液就会瞬间进入人体,同时蔓延到全身,最后痛不余生,直到死亡。 但是,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生物,竟然可以被广东人送到餐桌上。 只见厨师把它扔到菜板上,挤刀下去就把它拍晕,然后直接扔进锅里煮。 但是不要误会,这一步只是为了把石头鱼的鱼皮煮软,否则,土通的菜刀真的很难把它的皮打开。 处理时,厨师会先用刀砍掉它肚子上的毒刺,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命送厨房。 石头鱼的内脏也含有剧毒,一定要全部弄干净,不然也会送命。 虽然在锅里煮了很长时间,但在包皮里还是要花很多精力。 全部弄干净后,用水简单冲洗一遍后,然后撒上一把姜丝,就可以放进电蒸箱了。 蒸熟后的石头鱼,撒上一把葱丝,淋上一勺热油和酱汁就可以享用了。 尽管石头鱼的外形丑陋且含有剧毒,但它的肉质Q弹紧是,肥而不腻,深受广东人的喜爱。 对此,你有什么想法,欢迎留言评论。